球大了!一篇角头老大妙口遭狙击,身中20刀毕命的报道,第二天OX娘,我没死,你给我写死,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 好新闻,少不了也有投机偷懒的时候。 一天,某小报记者神秘地告诉我,他有条独家新闻给我,可以搞死对手报,新闻内容是基隆士庙后一名决头老大,被人砍了20多刀毕命。 我没查证就拿他的稿子抄,但想到人已亡,多掰一点,死人也不会抗议,所以一篇角头老大妙口遭狙击,身中20刀毕命的有血有泪新闻出手。 第二天一大早,就接到电话,干X娘,我没死,你给我写死,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 我回说,又不是只有我们这家报纸写,对方说,就只有你写,还添柔加醋。 赶快打电话给提供我新闻的小报记者,他说,好家在,我新闻写得无序无泪,没见报。 这下糗了。 我赶快去找刑警帮忙瞧一下,买了水果,猪脚面线,有二位刑警陪同,到医院给大哥赔罪。 全身插满管子的大哥已看到我,怒吼,你很会干我,怎么交代。 我细声说,老大,今天再写,明天给你,复活。 后来,在庙口老远看到终身坐轮椅的老大,我赶快避开。 怕挑起她的血泪恨。 为了掰出有血有泪的新闻,我也有更大土锤的惨痛教训。 白小燕命案时,我独家取得陈进兴等囚禁白小燕处所的刑事局现场重建资料,包括房间的陈舍,现役有血迹的记证。 见识专家依正午做分析重建,有多少证据,说多少话,当然内容没血没泪。 我回报社后,依不到600字的刑事局鉴定报告,加油添醋掰了2000字。 过一会儿,采访主任把稿子退回,只是这条独家式隔天的重点,为了摆面器是最少要掰到5000字,撑个半板。 我听了整个头皮发麻,要怎么掰? 为了让我安心掰,特别在二楼资料室替我挪个位子,我写到半夜一点,总算把白小燕的训练故事完稿。 采访主任大为赞赏,当场发了一级奖金3000元。 第二天,编证组的传真机没停过,如雪片的信传进报社,读者批评这篇报道过于深情,不是第一大报的风格。 当时,还未有水果的报刊,许多读者指这篇报道,如同当时被归为深情的第一首杂志,怒劈撰稿记者应该到深情杂志去。 所有的批评,长官都可接受,至少这篇确实吸引了读者注意,问题出在当时的氛围,还无法接受如此写法。 尤其,一直多位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名的传真,到了董事长于记忠手上,于老板最重视学者,这些联名院士认为该篇写作,有为我们的报格。 哇脸,这帽子一扣,就是有人要负责了。 每个长官都闪得快,一个个推,采访主任约我在小办公室谈,要我扛责任,但不会亏待我,把我从社会组副主任,调地方中心副主任,主管家给多了点。 但总算平息了风波。 我在地方中心窝了近半年,后来在刘邦有血案的新闻追逐站中,再度把我调回社会组,究竟,如何掌握有血有类的分寸,我有血类的教训。